来到第三关 都是亚洲杯 最后一场是12点钟 星期日第19场 土库曼对乌兹必克 这场球赔率跟日本那场相似 客队赢1.35倍 让球亦是一球球半 老实说买让球难玩 说真据买下盘 本身是低水 如果他分分钟来说 输一球 输了就过不了关了 买客队赢完两球 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说这阵球 我个人觉得这阵球都会打死罢就 土库曼 上次对日本 当然那些赛事都很有疑问 不过这阵球入球大势 我也不玩了 我就玩各球大势 选择一个9.5的势 虽然赔率低一点 但始终多一格 过关稳稳一点也好 你要真的输了这个盘 真的要双位角球才可以输的 事实上 看看近期的亚洲杯 除了印象中 记得 第一场球 叫沙特 比较上是可以开到角球大之外 其实来说 多数都倾向角球小 事实上 这些亚洲球队 即是本身的打法 不同的欧洲球队 和澳洲那些球队 要一场球出现大量角球 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 甚至乎 说真的 倾向小角球的几率 确实是大一点 像上场波 乌兹别克 即是那场波对亚曼 踢出11个角球出来 但其实来说 严格乌兹别克 自己也是做了三个 你说 土富曼那场波 你对着日本 那次也是 其实来说 本身就已经是 控球率 已经不够对手多了 你说有时拿到角球 但偶然 一两个 射门被路门撲出 或者是间中 做到一个半个 严格来说 也不是靠主公的踢法 来拿到角球 所以来说 今场波 我个人觉得 选择过关来说 似乎 选择角球勢 我相信是比较稳定的 希望 赔率低一点也不要紧 最紧要是中的 所以今场波 都是选择角球勢 看回三关来说 怎样玩 简单一点 三川就可以了 今天给大家参考 头关来说 倾向入球勢 北韩对卡塔尔 次关来说 日本赢就行了 你不赢我就输给你 第三关来说 刚才说了 希望角球保持一个小数量 只要不达双位数 基本上是中到的 所以来说 如果三关顺利过到 其实回报也不算太差 热热一点 希望顺利中三川一 星期日的这组过关 就介绍到这里 多谢大家支持 希望可以好运 优优独播 我来说 对 我来说 感谢观看